大家好 歡迎回到嘎不拉嘎 我是嘎嘎 距離上次和大家分享少年Drumplus的作品 轉眼又過了一年的時間 這個一年365天 都有新投稿與連載更新的電子漫畫平台 比起Drum本質 不僅有豐富數百倍的作品類型與數量 還有明顯跳脫少年漫畫框架的自由度 與對新人作家的包容度 讓我比起Drum本質 其實會更喜歡少年Drumplus多一些 同時 蝦紅到完全出圈的《劍列加加9》 本季動畫大熱門的《怪獸8號》 還沒開播就呼聲起高的《膽大黨》 以及7月即將開始第二季的《我推的孩子》等等 也都是來自少年Drumplus 證明了誕生於網路漫畫平台的作品 也能有著完全不輸Drum本質的巨大影響力 那儘管近期的新作們 暫時還沒有這些作品爆紅的狀況 不過還是有不少我們覺得蠻有趣的作品 很值得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此這次的影片 我們挑選了一些禁忌家少年Drumplus 覺得不錯的漫畫 想來跟各位聊聊 接下來就廢話不多說 讓我們進入這次的作品介紹吧 那在影片正式開始前 想讓我們先進一段工商時間 同時也感謝有閒購物這次的贊助播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世界觀 享受360度聽覺與視覺帶來的饗宴 而這次 有閒購物作為門票的入售管道之一 提供了非常多的獨家優惠 除了基本的早鳥優惠外 還有自由度最高的指定周邊購買權 以及VIP套組中的巨大版我推悠悠卡等等 都能在有閒購物直接買到 我們上次實際參加過體驗場後 真心覺得漫咖大夫做出了和以前逛展覽 截然不同的概念 是個很新奇的體驗 也歡迎對漫咖大夫或我推了孩子有興趣的蓬蓬 可以再到資訊欄 參考有閒購物的相關購票資訊囉 接下來就讓我們回到這次的 少年Drumplus作品介紹吧 首先想來介紹的 是由鹽田雪花老師願作 青木玉老師作畫的 魔法光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開始連載 日本單行本已有11卷 台灣又查紅代理 出版之第二集 並於2022年獲得下一部人情漫畫大賞 網路漫畫部門第三名 動畫預計於2024年秋季開播 魔法光源股份有限公司故事背景 是個魔法少女真實存在 而且是個強大帥氣有薪資豐厚 成為人們所憧憬職業的日本 負責鑽除被稱為怪異的怪物們 就是這些身為職員的 魔法少女們的任務 而本作女主角 櫻木花奈 在一次工作面試中 被捲入了怪異所引起的戰鬥事件 並幫助了前來處理的 魔法少女月股後 受邀進入了月股所在的新創企業 展開了花奈作為魔法少女 數次踏入職場的旅途 在魔法少女題材越來越多元的現在 魔法公園股份有限公司結合了現實職場文化 表現了科技融合魔法的設定 是讓我覺得還蠻容易帶入的特色 雖然劇情中主角們打怪鏈等 不同陣營間的爭鬥等發展 算是蠻王道的類型 但搭配上有力帶感的線條與穩定的畫風 還是讓我們覺得看得很舒服 是個今晚故事沒有太大的爆點 每次更新都還是會想順手點開看一下的作品 另外代表格格所屬7A的魔法少女登場時 從服裝變身到戰鬥 都展現出了不同公司的風格特色 讓人更能感覺到魔法少女成為一種職業的實感 是我很喜歡的地方 其中女主角所在的公司 社長雖然穿著魔法少女的服裝 看起來像是怪人 但在個性上卻是個帥氣又負責任的大人 像是當主角們在第一線奮鬥時 社長馬上決定單極全責 讓行人放手一搏 說了不相信行人 還算什麼新創企業就在讓社畜的我超級有感 完全感受到了爆炸的人格與領導魅力 忍不住想問這到底是什麼可遇不可求的良心企業 總之 魔法工人股份有限公司 是個節奏和畫面看起來都是分數式的魔法少女主題作品 在最新發售的十二卷數腰上 還有獲得排球少年古管春藝老師的推薦 想要輕鬆心情看漫畫的各位蓬蓬 可以嘗試看看喔 接著要介紹的 是喬本尤老師的2.54元的誘惑 這部在2019年6月開始連載 日本男行門目前有19卷 台灣由輕文代理出版至第13集 並在2020年 獲得下一部人情漫畫大賞網路漫畫部門第4名 截至2024年5月 累計銷量已突破250萬部 動畫預計降雨今年7月開播 2.5次元的誘惑主角奧村 身為蔓延社社長 深愛著二次元的角色莉莉愛露 對三次元女性毫無興趣 然而 追刺新入社的天奶莉莉莎 卻自稱她對莉莉愛露有不輸任何人的愛 甚至想拍攝莉莉愛露的角色扮演機 好不容易被莉莉莎優秀的宅力說服的奧村 在答應協助莉莉莎拍攝後 降臨在她眼前的 卻是活生生 存在於2.5次元的莉莉愛露 讓曾經有絕對自信對三次元女性沒興趣的奧村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 這部作品雖然廣義上來說 算是個戀愛後宮喜劇的類型 但同時也非常認真地講了一個角色扮演的故事 從主角兩人憑藉著對莉莉愛露這個角色的愛單打獨鬥 拍攝作品 親自到小場次販售 到後來收集到一起COS的夥伴 炒日本最大的同仁販售會Komi K前進 甚至待見了四大天王這種王道士的設定 讓劇情不僅心吹熱血 又有不斷推進而令人期待後續的新鮮感 可以說2.5次元的誘惑整體圍繞著角色扮演者 細細描繪COS的出於對角色們的愛 有多麼認真考究劇情與服裝細節 甚至連職業COS的業界生態也都有所琢磨 另外可能是主角奧村對莉莉愛露專前道令我想線上敬意 讓作品就算出現不少福利畫面與後宮劇情時 我也不會覺得油膩 其中老師還有講了超多重遊戲到漫畫 甚至賞次文化等內ACG相關的宅權梗 題材功名力極強 我們從單新本第一集錄手到現在 中間是完全沒有看到覺得捐帶過 只能說2.5次元的誘惑對夾夾的我們來說 一定是大拇指的啦 緊接著要介紹的 是由由尤馬阿露瑪老師願作 福開亞馬馬斯庫老師作畫的讓屈莫失眠於墮落 作品於2021年12月開始連載 日本單新本目前有7卷 台灣尚未代理出版 2022年時 曾獲得下一部人親漫畫大賞網路漫畫部門第9名 這個故事講述身為孤兒的少年 擁有能擊倒魔王撒旦的才能 因此被教會收養的他 被用金屋式虐待的方式訓練並撫養長大 儘管他成功成長成為一位出色的驅魔師 但內心卻不斷承受著巨大的創傷 生物可憐的他 某天被師父鼓勵學習去戀愛 才能竟然愛上這個世界 於是少年懷抱著懵懂的困惑 在4年後 與一位名叫愛悅的畫家女孩相遇 而她也終於從悲慘的人生中 感受到了一次從未感受過的溫暖 開始了一段關於聖戰與如何愛人的故事 本作雖然角色畫風可愛 但內容主要是以戰鬥為主 但連黑暗的劇情 再加上滿有魄力感的畫面 做出了反差的驚喜感 同時還有許多引用神經名焉 作為招式或台詞的橋段 以及七大罪的惡魔等等設定 雖然有點中二 閱讀起來也有點冗長 不過在整體情境的烘托下 還是會覺得主角實在滿帥的 其實我剛開始看的時候 並沒有對這部特別有感覺 不過越看到後面 這對傷痛性男主角和參與內情的女主角 真的是讓我越看越尬意 總之這兩個人互動間的小小溫馨感 穿插在相對巨大的聖戰之中 可以說比起打架 我自己幾乎是被這部 男主角創傷系的個性 和女主角帶出戀愛感的元素吸引的 另外 因為在作品名中所謂的墮落 指的就是戀愛 可以說是著重在驅魔師少年 與撒旦陣營漫長的抗爭 以及女主角究竟能不能成功 讓男主角墮落的發展 大致上算是滿少年漫畫的風格 我自己是很期待能在這一部 看到男女主角相互救贖的未來 也默默祈禱不要微痛展開了 再來要介紹的 是安森透老師的《白人隊》 作品於2024年4月開始連載 單身們尚未發行 《白人隊》的主角尤里安 偷渡上了一艘再滿百名奴隸的船上 並在奴隸們的接納下 成為了那第一百零一人 然而 航行途中發生變故 大量死去的奴隸靈魂 引出了巨大的海怪 最後一名存活的奴隸孕婦 選擇犧牲自己 讓尤里安得到海怪的祝福 尤里安則獲得海怪賜予100人份的力量與生命 在殺光所有船員後 帶著奴隸孕婦臨死當下的孩子 逃往了新大陸 展開了背負城中祝福的奴隸 黑暗系的奇幻戰鬥物語 作品名稱的《白人隊》 尤里應該是在羅馬軍隊中 一種隊伍的編製稱呼 參考劇情展開 大概會是對應主角身負白人份 力量以及生命 進而戰鬥的涵義 故事世界觀以具有奴隸制度的中世紀為背景 再加上西方臉孔為主的登場角色 未知的海怪或怪物等 讓開場帶了一點神話元素的神秘感 黑暗的畫風也與略顯殘酷的內容十分搭配 尤其是各種怪物出場時 淡出滿滿的魂系BOSS降臨震撼感 更是讓我們超級印象深刻 可以說《白人隊》的故事設定 雖然與奴隸或追尋自由有關 不過後面看起來 主線似乎比較著重在主角背負白人份的生命存活 然後到不同地方 與各式各樣的人們相遇、理解 慢慢尋找自我的發展 在人性黑暗面之外 也描写了不少人類的溫暖與善良 並沒有到想像中那麼嚴肅的展開 順帶一提 身為特本書老師助手的安森透老師 先前的短片 有像是描繪地球人和外系生命體 孤獨與友情的地球紀錄0001 在情感互動和結尾收數點題上 都十分完整俐落 一切合成讀完非常舒服 而這次《白人隊》連載師 還有被特本書老師發推文推薦過 目前在少年John Plus與基因社的 海外漫畫平台MangaPlus上 排名也都滿前面的 我自己也很期待 安森透老師未來的發展 有興趣的觀眾也可以再參考看看囉 接下來要介紹的 是棉影之野老師原作 春夏都花樂老師作畫的盤王 作品在2022年12月開始連載 日本單新本目前有期卷 台灣由東立代理出版至第一集 並曾於2023年獲得下一部人情漫畫大賞 網路漫畫部門第10名 以及UNEX特別賞 盤王講述男主角月山 是個活了500多年的細血鬼 而距今300年前 正為了漫長歲月感到無聊的他 與將棋相遇了 在那之後 他日以基野的鑽研將棋技巧 用超越常人的光陰 彌補了他平庸的棋役 並在現代日本隱藏真實身份 持續下棋 甚至成為網路將棋知名的高手玩家 某天 岳山為了讓喜愛的將棋教師 有資金得以延續下去 他決定向日本第一 擁有龍王稱號的天才將棋選手發起挑戰 開啟了凡才細血鬼 與人類天才騎士熱血的盤上對決 盤王結合細血鬼與將棋宅的元素 描寫主角岳山原本無所事事的人生 因為將棋這個興趣而成長 避免了有趣的過程 其中也用細血鬼有大把時間的設定 去磨練他身為凡才的技術 讓人感受到這個故事儘管角色強勁 看似天才 卻都是用了大把時間堆疊出來的努力 讓後續角色對應時 心中會有更想為他們加油打氣的熱血感 同時也有因為主角細血鬼的身份 白天下棋會受到影響 增加了某種能力制約般的限制 該要描述月山身為細血鬼 為了維生 會網購一大桶豬血來喝之類的小細節等等 整體是個降棋加上細血鬼元素不光是設定 也變得十分有趣的組合 也是個就算不懂將棋 還是會因為角色們奮鬥的樣子 而感到內心澎湃的作品 目前盤王已經在6月7號的 《少年Drumplus》邁向完結篇 結尾收在了打完龍王戰後 算是一個完整又美好的Ending 我覺得整部作品的節奏很快 帥氣之餘也看得非常輕鬆 膽才經過努力推變的樣子 真的是看得神情氣爽啊 近期《少年Drumplus》平台上 光是連載作品就多達了120部 再加上各種海量更新 真的是就算每天打開看也看不完 那因為篇幅關係 有些我們也很喜歡的作品 像是星星系的戀愛漫畫 相反的你和我 就沒放進這一次的介紹中 這部我們介紹過蠻多次 台灣實體書也已經出到第三集了 推薦各位可以趕快說喔 總而言之 《少年Drumplus》真的是個發展了十分成熟的 正版漫畫平台 不管是用手機或電腦版 都能有很流暢的閱讀體驗 我們很推薦能看懂一點日文的觀眾們使用看看 真的會三不五十挖到寶喔 以上就是這次久違的《少年Drumplus》作品介紹 不知道有沒有哪一部讓你也覺得有趣的作品呢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有任何想法 也歡迎大家一起在下方留言討論 這裡是嘎不拉嘎 我是嘎嘎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按就可以 3 4 7 4 我們 powers